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再借重一点点时间 它是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我们在戒律里面讲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一花为什么一个世界 因为一花等同宇宙真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无自信 一花就是自己一个宇宙的世界 为什么 这一朵花等同宇宙的真理 会故空无自信故 一夜一如来 在这诸位 如来不是人 如来是不增不减的意思 如来是不够不净的意思 如来是无染的意思 如来是空向 空无自信的意思 所以如来 等同真如 一夜一如来 就是一夜空无自信 等同真如的意思 叫做一夜一如来 有的人 有的人看着今天怎么看 根本一个夜子 怎么是一尊佛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 佛是如来的具体化 不可以三四个像 见如来 不可以八十种好 见如来 所以佛陀 人 是如来的具体化 让你知道有三四个像 八十种好 其实如来 真正的思想 是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名为如来 无相的意思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既然万法 都是如来 万法 都是空无自信 那么 心就不自信 意思就是 主观 也不会 说我自己 很主观 主观 因为有客观 就是心不自信 主观 不可以单独存在 因为必须借重 外境的客观 必须借重 外境的客观 物不自物 就是外境 也客观 也不会说 我是外在的客观环境 是因为有妄想 主观的妄想性 所以主观 是因为客观而有 客观的存在 是因为 有主观的意识形态 不二的意识 了解这些道理 就好办了 心就是物 物就是心 主观就是客观 客观就是主观 是不二的意识 不能离开 所以黄博断记禅师 《传心法要》里面讲 若能了知 心外无境 境外无心 心境不二 如果你可以策悟 心外没有境的 外境没有心 承认外境有什么用 境外无心 境界外也没有另外一种心 因为所有的心都一望境而有 心跟境空无知性 是平等不二的 是一如的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一切就是一心 一心就是一切 所有的万象 差别 就是平等的一心 平等的真如一心 就是差别的万象 这个时候 就没有任何的挂碍 简单讲 平等 平等 当下 就是千差万别的现象 禅宗里面有句话 很重要的 若不强加分别 万法无究 问题在哪里 所以记得 你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不在外面 在你逆心深处的妄想 颠倒执着 你的最大的敌人 在你内心深处的妄想 颠倒跟执着 这是你一辈子最大的敌人 你不把敌人当敌人 当作真上眼 就解脱 若不强加分别 万法无究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境 本来就空无自性吧 境跟心是平等 一如的吧 如果你不强加去分别 那还有什么 不是真如呢 勇家禅师正道歌 一性原通一切性 我们一个真如自性 正德以后 所以一切性 就都是真如 一性原通一切性 一法片含一切法 一法空无自性 对不对 片含一切法 一切法当然空无自性 一页普现一切水 天下的一个月亮 显现各个地方 脸盆脸盆有水 长江水 黄河有水 淡水河也有水 是不是 哪里都有水 只要水干净的 都能显现月亮 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 所以一页普现一切水 一页普现一切的水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我们真如自性也是一样 空无自性就这个万法 收尽 一切水月一页月色 一切水中之夜 就一个真月色 我们真心空无自性 那非无意义的真如 它是有意义的 它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叫做圣意 无自性 所以一切水 水月 一切水中的夜 就是一个真夜 写色 色就是色寿的色 一切水月一夜色 诸佛法身入我性 诸佛的法身 跟我自性平等不恶 在这诸位 本性是无形象的 它不会重点 它不会重点 也不会有空间 容纳不下的东西 只有我性 容纳不下 如果是佛的 佛性 对不对 那就什么都可以平等容下 所以诸佛法身 入我性 平等不恶 我性同共如来河 我的真如自性 跟如来的法身 是平等 是平等不恶的 所以站在真如的角度 万法皆如 从此把它扩展到整个宇宙 无一法 不是困无自性 如果是平等不恶的 我们先去试试 我们先去试试 这个试试 我先去试试 对不对